这个遥控器有多神奇 竟能任意穿越时空 甚至穿越到死神的世界 辛普森一家瞬间暴毙 有的世界空间颠倒 他们实在无法适应 要坐沙发必须投币 侯墨实在忍无可忍 巴特突然开始变异 身体随着电视信号变换 拍一下就好了 这天却约来了一场大合照 侯墨变得有些设恐 辛普森一家竟变成地鼠 任由上级军手敲打 侯墨反应最慢 三位人还将辛普森收藏到手机里 每个人都很顺利 却因为太胖 红树都塞不进去 气得他一锤子将其敲晕 侯墨意外得到三位人的手机 玩起了沙发小游戏 这个游戏就是让一家人坐上沙发 轮到他时 老板突然来电话 他吓了一跳 直接把电话吞了 究竟谁才是上帝之手 辛普森变得骨骼轻奇 画风降了几个维度 原来是小麦在画一家人 但他的背后仅是丽莎 背后的背后是巴特 在后面则是马鸡 原来这一切是侯墨的杰作 这集解答了辛普森背后的创造者 那只来自外部世界的手 听可能是上帝 也可能是三位人 我是爱说动漫的小将将 记得关注我哟